健身老师 本周进入了航运的超级州 不论是法术会 不论是股东会 基金一定会有很多的新闻 利多 消息都会出来 该怎么做解读呢 超级航运州 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 你今天一定不要错过我的分享 欢迎好朋友来到 大丈夫谷海淘金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永成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建成老师好 田青好 听众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到了7月19号 星期一了 又是崭新的一周的开始 台股受到了美股的影响 今天是都在盘下做震荡 最多跌了187点 好 但重要的是 强势的各种股 依旧是能够亮涨停 今天的唱为亮出了 第五颗红灯了 老天儿啊 真的是涨得欲罢不能了 好 那待会我们再跟大家 继续来追踪创为的表现 我们先看每个星期一 建成老师 我们每周一都要帮大家追踪一下航运 也就是呢 这个所谓的上海集装箱报价指数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一样来先看一下 其实每次到礼拜五 这个我们在非凡盘后有连线 那个主持人都会问我 关于这一个航运的看法 那航运我们当然说 我们会盯着礼拜五晚上的这个 最新公布的上海集装箱 货贵运价指数 好 请你看一下 礼拜五7月16号嘛 对不对 上黑期7月9号上上礼拜五 对不对 上上礼拜五的指数是3932.35 在上礼拜五是4054.42 来又是大跌 又是涨3% 你看到运价指数这样涨 你当然会觉得说 基本面没有变 而且运价越来越贵 货运三雄 他们的获利一定会越来越好 对不对 好 于是呢 这礼拜开启有什么 超级航运周 对今天有法说 有法说 杨明法说 有这一个 明天的万海 明天是万海的股东会 对 然后再来是长荣的股东会 是 连续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同样的在经济日报 今天也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头条出来了 有没有 有 超级航运周 货贵三雄上秀 杨明今天打头阵 有没有 然后万海明天谈 拓展北美航线 对 长荣周三有股东会 所以一波接一波 法人跟你讲说 还有一波多头 对不对 然后呢 全球塞港 恐怕延续到年底 好多的大利多 有没有看到 这么多的利多 对不对 怎么解读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航运走势 来 这个是今天的航运股的运价走势 因为今天有杨明的法说 还有明天的这一个万海 然后再来长龙 这三天我想大家都会期待 这三家公司放利多 然后你手上的货运三雄 货贵三雄 还会持续往上涨 可是呢 我们告诉你 在上礼拜 我就已经开始在教你算筹码 你还记得吗 有 如果上礼拜你没看到的 那今天麻烦你 不管你认不认同我的说法 但是我从我的观察 我在这边教你 我再来 我再跟你讲一次 这是我的观察 不管你手上有没有航运 还是说你手上有航运 你希望它涨 或者你是空它 我想什么人都有 但是我是把我的看法提出来 如果我讲的看法 跟你的看法相反 我们互相尊重 不要来骂人好不好 来 我从上礼拜我跟你讲说 投信天天卖 当然拉回之后它就小卖了 可是它在12号到14号那几天 还在高点的时候 是接着大卖 对不对 弹上来就开始小卖了 好请你看外资 我说7月5号6号连着两天 买了8万张 对不对 8万张 然后呢就是差不多7万8 7万9这边 7月7号一天 就卖 到光了 有没有 9号再买1万9千张 就差不多2万张好了 9号呢一口气卖掉12万张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记得在14号那一天 15号那一天 15号的筹码还没出来的时候 我就给你看这三天 14号老师还在看 对我说这三天呢 就已经买了11万张了 对 所以我在这个我们盘中录节目 15号的5000张筹码还没出来 我就告诉你说 要嘛 小买 就开始卖 不然只是顶多小买 没错 有没有 想要买而已 为什么 因为我就算好 他大概就是12万张在这边操作了 所以他这边也买了12万张了 买了12万张接着怎么样 还会再买吗 几率很低 对 于是你看到礼拜五公布出来 礼拜五上礼拜五的航运 还是在涨对不对 对 我说你要小心 外资开始利用 拉高要来出货了 你要在最高请你小心 看到没 有 一口气到了6万5000张 是 12万张他立刻就出了一半了 有没有 来 再来今天 今天是不是一个开高 对 到目前为止12点半 站上开盘的高点没有 都没有 开盘的指数呢 346 开高对不对 现在多少 342 连开盘价都没到 对 那为什么开高 第一个 礼拜五的运价指数 创新高 对 是利多 所以你看到常常礼拜一都开高 对 因为礼拜五的运价指数创新高 是 如果说你真的是礼拜四礼拜五 你来操作的 今天的开高 很多人就是在赌什么 赌运价指数会持续创新高 所以这两天做短线的人 运价指数出来已经什么 利多了 对不对 那紧接着 你还要再等这三天的超级周 的利多 好 那你就请你观察 今天的这个跳空 如果没有办法收盘站稳上去 我已经跟你讲了 人家是卖的 我有很大的 我有很大的 这一个理由相信 这10万张 他已经卖掉一半了 当然他也有可能今天再买 再凑回原本的12万 但是也有可能怎么样 把剩下的6万张 在今天也甩掉 因为他的量很大 他不会一次甩掉 上礼拜我先甩了 那这礼拜如果他再买回来 他又是满手的股票 你猜他是会买回来 还是今天把剩下的6万张 再倒出去 然后他手上就12万张 他会不会明后天的利多出来 原本12万张倒完之后 接着在手上还没倒干净的 再接下来这几天 趁着利多 超级州再倒一次 这个逻辑很清楚 我要讲的是现在在这个地方 这边很大量的套牢卖鸭都在这里 所以明后天的超级州 今天是阳明 明天是旺海 再是长龙 再上来我想这边的人 很多人在等解套 对不对 那你再看今天的成交量 有没有很大 感觉上今天有点亮说 所以这个你可以稍微在这边留一下 航运我今天就跟你说到这 好 了解 这是航运族群 建成老师帮您所做的分析 每周一都会从上海集装 箱运架的一个报价 来帮您做一个解析 那当然回过头来 我们一定还是要看一看 我们的创围 建成老师 今天的创围又再亮了一颗红灯 虽然他开始有点开开关关了 因为上礼拜非常的强势 都是直接移架到底 所精进 今天有点开开关关 那现在的创围该怎么看 该做什么动作呢 以及大家最关心的是 下一档的创围出炉了吗 下一档创围当然已经出炉了 我们已经陆陆续续让会员上车了 先看创围的表现 先看创围 来创围我们已经手上没有了 我必须告诉你 OK 你如果来看我的直播 这个周末礼拜五的费半不是大跌吗 对 礼拜五的费半大跌 然后科技股大跌 是 很多人就很期待 看我的这个 周日的直播解析 对 美股的解盘 建成老师在周日昨天下午 周老师家 后面这养的是经理对不对 对 这我后面的经理师 我本来是游泳室改成经理师了 因为小孩子大了已经不有用了 对 来 我说你没订阅你要订阅 为什么 记得订阅 我通常我在礼拜六 或者是礼拜天 我可能就把影片录好了 对 昨天我比较晚录 昨天下午 到下午我才把影片贴出来 是 我贴出来呢 结果咧 还没贴出来之前 就很多人 就已经来问我 老师 你的美股看法呢 你的美股看法 一直在催我你知道吗 一直在催我 来 所以我还是分析的 为什么 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人家要催我 为什么 原来废半大跌 对啊 原来纳斯达克跌 是 原来道琼跌 大家紧张啦 对 周一怎么办 我要跟你说的是 我们不是在礼拜五 我们有的 班别手上有经济的 我们不是出掉了吗 对 对不对 我们出掉了 因为经济它已经完成 这个可转载的定价了 所以我们算是 代会员出的非常漂亮 因为在它定价 这个结束 定价期间 我们趁拉高怎么样 下车 你手上有半导体股的 你看到 礼拜五的肺半收盘 你可能会担心 我知道你会担心 所以我就在家 录了这个影片 告诉你肺半 告诉你纳斯达克 告诉你接下来的操作 你要怎么办 我跟你讲说 新唐创为 有 新唐都三四根了 你还要再去追高呢 来我们回过头看一下 好 4919新唐 你看新唐 新唐是一直创高 创高到上礼拜五的 还在创新高 已经到14多 我们说 转完新唐 转完创为 是 那下一档 大老鹰 大家都在期待 你准备好了 我们在等你了 对 好吗 可是 新唐创为 我们都下车了 你这时候才去上车吗 你这时候你才要上车吗 哇 你又落后了我们四五根了 你看到投信天天买 你觉得说 反正他都买这么多天了 还有机会往上 那今天你再去追高 请问一下 今天的高点142 跟今天的低点132 现在134 一档你立刻被套8块 对啊 这就是你要追高 你永远要追高杀低嘛 这样不行 是不是 来 我们是在滴滴的80块 这边你不做 你要做这边 那我现在会讲给我们会员听 如果就算我让你等在这边好了 就算我让你等在这边好了 你觉得让你等一个月值不值得 当然啦 你看现在到142也 还是你要说 老师 你为什么不这边才叫我们买 你要这么早叫我们买 我不是神 我这边当着所有看电视节目 我不是神 我一直跟你讲 我们是富贵稳中求 对 我们是富贵稳中求 我希望让你买的每档股票 可以让你赚到安全下车 而不是这边轰轰轰 那边轰轰轰轰 不轰啦 对啊 如果你看了我们股票买了我们的 还有人会更好 老师你买这个股票 我看了我就不喜欢 你个人执念太强了喔 毫无股票之优升 他的股价一定会有所表现 我们看一下创伪 6104这些人其实也大家都没有太看得起他 请问一下创伪在6月盘整一整个月 对 7月也盘整了半个月 从6月到现在一个半月他都是在盘 对 那你也不喜欢啊 对不对 但是他标起来速度很急很猛啊 一下标五根涨停 你不是也不喜欢吗 都没量啊 我告诉你在这边肯定还会有人说 老师你买这种没量的股票干嘛 你看那时候成交量700多张而已 这边这700多张 700多张欸 有没有 你有没有会员你曾经来质疑我说 老师这种几百张的成交量 为什么要买它呢 他都不涨啊 老师看的比你远 老师看的是他的未来 未来产业的一个爆发力 好那结果新闻出来了 你看到了创伪的表现 那爆发力多强大 这边有量啊 你这边才要来做吗 那你离人家底部价差差多少了 有70块 有70块 对不对 这两个量几万张的量出来的时候 你们都要觉得好几万张的量 你还买得安心 问题几万张的量的时候 筹码已经不稳了 他会大涨他也会大跌 那时候你就是富贵显中求 这边不是很稳吗 对 这边不是很稳吗 你只要愿意等风来了就上去了 是不是这样子 没错 这就是建成老师一直讲 你要显中求还是要稳中求 如果说你要显中求你到100才去追 那你相对的风险就比较高了 如果一家公司它的获利不差 它没有量 你根本就不要担心了 为什么 因为当市场知道它的时候 就是在帮你抬轿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风来的时候 你们要去买有量不都是在这个时候的吗 再回来看新唐 来这边不是没量吗 你说你这样看嘛 你到底是要买没量还是要买有量吗 不是没量的时候才是在盘整吗 还有很多人看到公司利空出来的时候 就要去杀股票 但是你都不知道 常常公司都故意营收 它真的有办法做 你知道吗 它就故意把营收做烂 然后股价就下去 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一家公司是要营收不好的时候 你才可以买到股价低 还是公司营收很好的时候 你可以买到股价低的时候 思考一下 你认为呢 我们以这个CCL三雄好了 台光电 联帽跟台耀 我们看一下联帽 我真的觉得做股票很简单 建成老师用对的逻辑方法做起来都很 你只要跟着大家用反方向思考 你做股票真的都会赚钱 这一张联帽来 我觉得我发现 我现在做节目都在教你们功夫 真的啊 所以你每天要认真看 把你们教会了 把你们教会了 我要混什么 建成老师功夫你学不完好不好 老师的功夫底子多深厚啊 来你们看一下营收 我现在给你看 你看了你就懂了 好来 来 联帽在去年10月的时候营收是不是很烂 8、9、10 就是第二季 去年第三季的时候营收是最烂的时候 对不对 联帽 然后你看 紧接着今年第四季跟今年第一季慢慢营收都上来 对不对 来 去年 来 去年第三季 有没有在这里 是 你看到没有 嗯哼 我现在跟你对照营收哦 营收最烂的时候是不是股价最烂的时候 嗯哼 没错 对 有没有 是 来 营收上来 股价不就上来了吗 有 这一段是因为什么 五月你大家人吓得要死 不敢买电子股的时候 五月中你拼命去跟人家砍 还有人砍在100亿以下 请问现在的连码多少 160 嗯哼 你看到没 看到了 你看到没有 股票要怎么做 你要跟着人家追高 杀低 还是你要跟我人气 我取 我骂我们之前不是125 带清代的 带我们其中一个班的去做 有没有看到 有 你看到没 现在最近股价还在创新高 对不对 去年第三季 营收是最烂 就在这里 八九十月 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里 嗯哼 你看懂没有 明白了 看懂没有 营收很烂你敢买吗 你不敢买 大部分的人不敢 你不敢买 但是我告诉你 我敢买 人气我取 就是这样子的道理 这样你看懂没有 明白 你要懂产业 你要懂每家公司 他在每年 他什么时候会把营收做到最烂 大股东在高点把股票卖掉 有没有 有 大股东在高点把股票卖掉了 嗯哼 把股票卖掉了 然后把营收做烂 然后呢 在他们自己在那边回补 回补之后呢 再把营收做上来 嗯 每年都是这样在玩啊 这就是他们的手法呀 你看不懂啊 你知道吗 我冒着被大股东 追杀的危险 我来在那边跟你讲真话 这样的分析师 你不跟你要跟谁 直接把人家的底牌都献给你 全中华民国有几个分析师 敢在 媒体当中直接讲 冒着被大股东追杀的危险 跟你讲真话的 对呀 老师真的就是这么实在的人 看到什么讲真话给你 所以你们不要看到利空 看到营收掉 然后你就在那边乱吓自己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我们时间有限 因为我还要给你放 看一下强帽的影片 是 好来台积电 台积电这两天不是 那个 法说会 法说会结束之后 对 对不对 突然这样一个跳空再一个跳空 现在在手 手多少 580 来 真刀非真刀 假剑非假剑 利空非利空 利多非利多 你喜欢做台积电的 我们告诉你 有一个小姐 20张台积电来找我 有 来参加好清代 我就帮她赚了不少钱了 对不对 同样的 你手上一堆台积电的 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你来找我 建成老师帮帮你 现在是建成老师来帮你的时刻 想要拥有建成老师的协助 好朋友们 来 你可以直接搜寻我们的Light at群组 小老鼠 H I H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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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搜寻直接的来加入 加入我们的Light at群组 请教建成老师 老师台积电帮帮忙 好 另外建成老师总能够领先市场早一步 不论新唐 不论创围 甚至到强貌 你知道强貌建成老师什么时候就跟您做分享吗 在去年12月圣诞前就有一颗大彩蛋送到你手中 待会下半段影片当中直接和您来做分享 还没有加入Light at群组的好朋友 来 小老鼠 H I H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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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底法人作帐要开始启动 你还没有跟上 你想跟着我做下一档大老鹰的 你赶快Light加进来 大老鹰加一 回复我 好吗 跟着我们来操作 17号 18 19 紧接着下个礼拜 这礼拜跟下礼拜 就是月底 到了下秋 大作帐 你错过了上半个月 下半个月 不要再跟我操作 小老鼠 H I H 8 8 8 直接来大老鹰加一咯 欢迎加入永城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古海涛金的行列 建成老师一直以来都是领先市场 领先法人 领先投信 那么重要的一步 我们领先的卡位布局之后 风一来 我们就能够预风而行 就能够股价步步高 好朋友们 不论是新唐 不论是创围 甚至经济 好在过去的还有像南地都是如此 那建成老师 其实在去年12月 就已经帮大家做了一整集 非常完整的介绍 也是近期非常夯的 二集体的族群当中 2481的强貌 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影片圣诞欧爸来送礼物 为什么那时候会带各位 我会特别深巴给你录二集体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车店族群要大爆发 车店产业在今年会非常夯 所以在去年那时候 我们其实就已经带会员在操作 强帽了 有图有真相 我们来看一下PPT 圣诞欧爸来咯 我那一集我还特别打扮成圣诞 圣诞老公公 欧爸 你看时间 去年的12月23 那因为最近的二集体很夯 不管是台办还是强帽 那台办跟强帽 我正好在这一集当中 我都有跟各位做详细的介绍 就像7月初 那时候你不是看到 我做的一集叫 MCU唯控器对不对 后来呢 新唐跟盛群在这整个7月都大喷出嘛 对不对 那我不知道这一部 你们看了之后 会不会明天一开始 强帽跟台办又要大喷出了 好 那我想待会大家花点时间 因为影片只有4分钟左右 你很快就可以知道 什么是二集体了 好 今天陈辰来送圣诞礼物了 为什么我今天来送圣诞礼物 我没有打扮成圣诞老公公呢 因为我是圣诞欧巴 喜欢我们的频道 可以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乘风波浪闯骨海 趋势方向不失真 我是骨骸子男称 陈建成 今天呢 陈辰因为是圣诞节 所以我要送各位圣诞礼物 你有没有猜我要送你什么礼物呢 按揭晓 我要送各位是 强帽这档股票 关于强帽呢 最近呢 股价一直在42之上 然后在48这附近 做上下震荡洗盘的动作 头信呢 一路在这边做买超 外资呢 实买实卖 但是呢 我们看到外资的整个持股占比 也是越来越高 好 这档股票到底它有什么样的一个题材呢 我常跟各位讲 当你要买股票的时候 你要留意它必须要有 业绩成长性 产业成爆发力 再加上筹码优势 你可以形成所谓的共伴效应 那就会非常的微 强帽呢 本身是做二级体的厂商 我们来看一下 强帽呢 它本身是做这个 功率二级体的 功率分离式 然后功率机体电路 功率的分离式元件又分成二级体 电晶体 杂流体 强帽呢 它自己本身在 功率二级体的全球市占率 占全球的排名第19 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强帽呢 它旗下的产品里面的 各个产品的营收占比 我们看到最大块的 是属于消费性电子部分 占它的这个营收 有33% 我反而比较看好的是 未来它要切入在车用的这一块 在未来因为要走路自驾车 电动车这个时代 车上的电子元件会更多 所以需要更多的整流二级体 你可以看到 车用的这个应用比重 已经是占整个功率元件的 比重最高了 差不多应用占比有在32.7 那你回过头来看 目前车用占强帽的整体的 这个占比呢 只有12% 换句话说 对于强帽来讲 如果未来的汽车市场 在这一块的应用越大的话 我想强帽未来在车用的营收的比重 就会来越来越高 我们知道 你的产品元件 你要用在车用上 你的稳定度 你要能够耐高温耐高压 因此 你要切入第三代的一个半导体材料 烫化系 这样的一个材料 他才有机会在车用市场 能够怎么样夺得这个一席之地 2022年他打算布局 650到750伏特的这个高压 高压的这个 可以进入到电动车的领域 我们在这边呢 跟各位做一个比较表 就是在我们整个台湾的 这个二极体族群当中呢 其实强帽的本益比相对是偏低 你可以看到 台湾的主要二极体的供应商呢 有强帽 台半 弘阳 KY跟德威 前面三季的EPS 强帽的EPS 2.05是最高 强帽目前本益比是15.4 台半都已经来到27了 然后德威呢 是31.8 那我们相信 明年开始强帽 积极的切入策用之后 他的股价应该有机会 能够跟上台半的脚步 好 我们今天呢 跟各位讲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的影片 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今天的股市指南针 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祝各位圣诞佳节愉快 我要再来别地方再来送礼物了 拜拜 小编 我这样有像圣诞欧巴吗 老师你看起来 比较像要去丢垃圾 好 所以影片看完了 如果好朋友们 您还没有订阅我们的 古海大丈夫YouTube影音频道的朋友 现在直接到YouTube来订阅 不要忘记咯 订阅按赞还有分享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正宗版的古海大丈夫YouTube 已经将近15000人的订阅人次咯 好朋友们记得做订阅 那当然依据好朋友 您不同的操作习性 来到了我们的建成老师的身旁 来到建成老师身旁 老师给你适合你的标的 适合你的操作的班别 那不论是在近期我们的操作 像是新唐 像是创维 甚至经济 过去的南地一仰指 这每一档都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操作 并且创造出丰硕的获利 甚至在5月份 我们还有很多电子大反攻那一波 哇那更是精彩的 所以在各个班别当中 我们都有好股票跟大家做分享 好我们现在招生的班 有金牛班 有 有三合一班 定估之还有吗 定估之还有 好定估之哦 定估之我想会员也知道 我们今天定估之也进场一档新的股票了 有买到就请持股续报 报了报好报警处理 好没问题 所以你想要加入各个不同的班别没问题 现在就直接来搜寻 小老鼠 HIH888 在对话框直接留言 你想要的班别 想要新三合一加一 或者是想要金牛加一 或者是想要定估之加一 没问题 依据您的资金部位 依据您的操作习性 建成老师会给您适切的操作标的 小老鼠 HIH888 再次感谢永成国际头库陈建成分析师 今天和好朋友做的分享 感谢建成老师 谢谢甜心 谢谢各位 让我古海大丈夫陈建成 带你富贵 稳中求 欢迎加入永成国际头库陈建成分析师 古海涛金的行列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